在片中有很多很犧牲又心理壓力很大的戲對不對 從以來最應該算是最不舒服的一場戲吧 跟佑凱之間的對手戲 那個沒有犧牲嘛 我覺得演員拍戲都那個 因為我們事前都知道所以不能說是犧牲 我的手腳全部都被綁住 所以我無法無力去反抗 然後又因為在拍攝的時候因為運鏡的關係 好像有十幾次吧 好像有 那個場景是一個八卦 然後旁邊有擺七爺八爺 金桶韻女等等的 然後又在一個這個戲的情緒下狀態下 被綁著被這樣堵包裡對待 那你拍攝的時候佑凱是可以對金華姐嚇得了手 是嗎 一開始我內心壓力很大 第二次的時候我先跟金華姐說一下 然後我也有問過導演導演說 金華姐她就是很驚豔希望來真的 然後我就去跟金華姐智慧一下 然後我第二次就好直接進入那個角色 金華姐妳想被綁過嗎 拍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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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那老公什麼時候會看片 今天嗎 今天嗎 很開心 然後那妳要小心了 對不對 後會不會疼走 後會被交絲 對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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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又 跟童彤拍完戲之後有培養出比較好的感情嗎 完全沒有 因為我跟彤彤一直都 她很難融化 我們很努力 握她的新房跟她聊天 試過什麼招數要融化嗎? 我一直試著現場各種尬聊 然後她真的是 我們一直到拍攝最後一天 回去游泳的那場戲 我們兩個才有真的 心平氣和好好聊天 在帳篷 因為很冷 然後我們兩個躲在帳篷裡面 我記得我們兩個講話說 好像Casting來的時候 快點說 我跟偉辰在講話了 拍完整支戲才真的有好點 那為什麼妳前面都不想尬 為什麼不想 因為她喜歡丁臺英吧 那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天見面的時候 導演就問胡聊 問她說 偉辰學長是你的菜嗎? 然後她說 我喜歡許光涵 這個位證明她有過去嗎? 我第一天見面 我說對不起 現在預算有點現 像這樣就好 像這樣就好